国内最新消息来看到在台中市的西区 昨天有一位驾驶疑似因为精神恍惚 没有注意到路口的号制灯高速撞上了 骑机车正在路口停等红灯的一位29岁的诚信工程师 造成对方头部重创在送医之后 经过36小时的抢救 一是宣布脑死 他的家属因为不忍心他继续受苦 在今天晚间7点决定忍痛把管 机车骑士已规定在路口停等红灯 瞬间后方一辆白色轿车完全没减速 高速冲撞过来 骑士根本没时间反应 当场被撞飞重重摔倒在地 遭拖行至少20公尺 头部重创全身声势严重 骑士轿车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 机车被追撞到车尾全毁 事发在台中西区12号清晨6点多 骑车的诚信工程师准备前往中科上班 好端端停等红灯 却遭理性驾驶开着租来的车高速冲撞 送一场就一度恢复心跳 但头部受到重创 一时宣布脑死 抢救36小时后 家属不忍心他继续受苦 13号晚间7点决定把管 方方九色子均为0 出步经查里南观察 道路交通环境分心驾驶 二车城南会发现造势因素 年仅29岁的工程师无辜遭遇死结 造势的理性驾驶工程 没有注意到路口红绿灯 分心才会酿祸 却被现场多名募集民众扣诉 事发后还在一旁 跟朋友有说有笑抽烟聊天 目前警方制作完笔录 已经把宙式驾驶 依过世致死罪嫌送办 借台中综合报道